我覺得大活動最害怕的是 樂團跟樂團中間的setting時間 有時候一set 我就要自己在那邊 乾講五分鐘七分鐘 欸 今天有什麼卡詞 大家知道嗎 他們就開始叫啊 樓俊碩 啊 成名叫 他有帶鼓手什麼的 導播就OK 我說歡迎樓俊碩 導播突然 我說好 對 我們真的好期待樓俊碩 但你們知道嗎 他最近發了一個新的單曲 去哪裡拍MV 知道嗎 在小琉球 你看小琉球跟屏東有關係 您現在收看的是關我的事 我是頻道主人關曉文 在影片開始前 請幫我檢查是否已經按下了 右下方的紅色訂閱按鈕 並且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新片通知 還有不要忘了追蹤關曉文的 FB IG Line還有各大平台喔 正片即將開始囉 準備好了嗎 3 2 1 哈囉 你好 沒有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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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小菲 嗨 嗨 小菲 怎麼又有意思 不好意思 剛剛在今天照顧我耶 嗨 大家好 我是小菲 今天要聊 今天要聊題目的是 如何在下面還沒弄好時都要錄影 對 好了… I'm ready 雖然說我們好像都在聊主持人 可是其實主持人有分白白種 對 同內錄影 電台DJ 然後婚禮 所以今天就是 他有被鎖定在一個大型晚會 前幾個月我在外面看電視 怎麼看就是你咧 就是 怎麼會這樣 感謝各位乾爹 所以你找老海Nana 謝謝老海 謝謝老海 他找高雄人會不會比較便宜 欸 什麼意思 不是不是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有些主持人如果從台北下去 他車錢他是要另外付 對 那如果你是當地的 是不是其實你時間很好漲 然後例如說你前面可以接一個 後面可以接一個 就不像找一些台北人他卡很緊什麼 我說這是優勢嗎 我覺得沒有耶 喔 沒有 沒有這個優勢 對 因為其實大部分地方活動的話 應該都是執行單位他提供名單給縣市政府 或是本身公安公司或是電視台就有 屬意的人選 所以你是真的表現很好耶 但是我有很多高雄活動也不是我主持啊 會這樣啊 所以我才說 順便抱怨 欸 高雄活動也找我一下嘛 沒事啦 一開始怎麼會開始進入主持大型晚會呢 記得我還在駐唱的時候 嗯 然後我做了一個 你做過好多事 大家怎麼會想說 那奇怪 上次不是說DJ嗎 那時候又在駐唱 又只是婚禮 又在駐唱 這是很模仁的 這個時間怎麼排啊 快樂星期一天 快樂星期一天 駐唱 駐唱 駐唱的時候同時有接婚禮主持人 對 然後進電台 婚禮主持人然後又有電台 然後同時有尾牙活動主持 對 回推到你說這邊是駐唱 對 好的來開始 駐唱的時候我 某一次做了嘉義的跨年 那我們當暖場的樂團 過沒多久就接到這個公關公司的電話 想要敲我主持活動 嗯 因為他說他覺得那個時候我 暖場的口條蠻好的 第一場我真的很 很怕的 就是嘉義的跨年 你第一場就是主持跨年嗎 對 電視台有轉播 我就嚇死 你中間都沒有主持一些 廟口什麼 當然有啊 但我意思是說對我來說 真正的大型活動的第一場 就是嘉義的跨年 而且我真的很難想像 因為我會想說 錯賽怎麼辦 如果到時候 他寶寶進不來 或是我還沒想完 就廣告我要怎麼辦 就太多太多我想像的畫面 但後來發現 去到現場 大家都非常的專業 可能很多人都會不知道 其實我們台下有一個 專門控場的導播 那他會舉那種大牌子 三分鐘 兩分鐘 三十秒 然後再講 拉長一點再講 OK 好了 大型活動的Round Down不一樣 他會非常的細 有細流 他是抓幾分幾秒 幾分幾秒的 我們主持人的側台 也會有一個專門在跟我們溝通的 控場的人 我以前就是寫了一個Round Down 真的假的 寫了要死 那個很難對不對 例如說八三要來 這邊樂團進場 主持人要前面hold時間 有些還有布幕的 我這樣整天才推上去 才可以拉開 你們才可以下來 對 那個頭腦要很清楚 對 然後主持人講話又有分 一開始是廣告時間 我要回現場 就要再重新開場 對 我在嚇死 寫的人跟主持人一樣難 對 而且你們都要想很多梗 比方說你做那個地方活動 你就要想很多地方活動的資訊 對 然後放在主持人稿裡面 對 那比方說像你說的 破口的時候我們要怎麼講 現場可能下面的導播會倒數 對 倒數完之後我們就回來 歡迎回到 那可能開場會跟你說 30秒時間介紹下一組藝人 比方說你介紹藝人了 結果他突然說 就藝人突然有狀況 對 所以你就要 好我們歡迎藝人 然後呢 跟你跟你起來先賣個關子 就這樣馬上就是又換了一個不一樣的狀態 去拖那個時間 然後一直拖到他跟你說 OK 可是那廣告的時候 你們都做些什麼事呢 很多廣告公司都會提供主持人稿 那其實每一個口都有每一個可能需要講的 像現在講的贊助商 對 或是說像現在大家最重要的是 防疫期間 要請大家戴口罩 不要飛機 可能性能不能飲食 之類 那會帶一些 比方說像我前陣子主持完屏東三大日音樂節 那他可能會 欸接下來屏東還有其他的 比如說黑鮪魚觀光季 什麼他有一些活動的資訊 那他會帶在這裡頭 但是我覺得大活動最害怕的是 樂團跟樂團 中間的setting時間 像你剛剛說831 或現在紅的告五人啦 他們都是需要很多的器材的setting 那確保這些東西都就位 所以有時候一set 他就是五分鐘七分鐘這樣 我就要自己在那邊乾講五分鐘七分鐘 那有很多方式 第一個像我講的地方活動資訊 或是說這個活動的資訊 欸今天有什麼卡詞大家知道嗎 你就可以跟現場互動 他們就開始叫啊 阿羅俊碩 阿成林叫 三大日的時候下一個是羅俊碩 然後其實他有帶鼓手什麼的 所以應該都setting好 所以我在這樣講的時候 觀眾知道我後面我在台下 然後舞台在這一邊 然後呢他就講 他就導播就OK 我說歡迎樓俊碩 導播突然 我說好 對我們真的好期待喔 就不說 但你們知道嗎 他最近發了一個新的單曲 去哪裡拍MV知道嗎 在小琉球 是Fill 你看小琉球就是跟屏東有關係 所以我們就可以推廣小琉球的觀光 你就突然聊起來 對 對 可是聊起來其實他鼓手 有時候還沒setting好 就他可能突然又有狀況 你就可以突然又換個模式 說那小琉球在屏東 小琉球可以去小琉球玩 去小琉球之前會到東港 東港有黑鮪魚可以吃 你要聊那麼多 聊到最後 導播這一番OK說 好 那既然這麼期待小琉球的話 記得到時候再來規劃 帶我們現在要把舞台交給 羅俊碩 也是我主持校園超緊張耶 因為好像是鬥力火車吧 然後他寄錯學校了 因為家裡有兩個地方 然後那兩個地方都是科大 他就去了另外一邊 可是他分兩邊 然後主辦單就是他們還沒來 好錯 他們來可能還要快要半小時 然後我們就飲了 你要幹嘛 我就跟江華人上去唱歌 一家一大一 一大一 好可憐 難怪要唱歌 我跟你講 那次緊張的點 不是在於要多久 是因為我在嘉義 然後呢 如果再晚一點點 我就沒有高點回台北了 就是 他會變成一個 Long Stay 你知道嗎 因為最後一台高點就是11點多 那怎麼辦 所以我們就希望他們在10點半 他確實來了 然後他中間確實 本來可能要訪對方 後來全部都不訪 讓他們把歌唱完 然後11點前上去 我們就做Ending 然後就立刻就結束 不要高鐵 太可怕了 因為我差點回不了家耶 所以其實活動真的有他 很可怕 我差點要搭動力火車的位置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誰有位置嗎 動力火車 他說我很好騙嗎 哈哈哈哈 所以我都會說主持人是最秤職的綠葉 就你不能搶歌手風頭 同時你又要是最秤職的綠葉去 支持這個歌手發光發力 可是一年有那麼多的大型的碗 或是音樂季 你會自己偷偷控三次時間嗎 例如說七月多 可能夏戀加念華 然後我就先控兩個禮拜 怎麼今年怎麼 還沒問我 其實這種你會沒音 你全部記下來嗎 會太太口風 哈哈哈哈哈哈 還算想賺錢 因為你知道很氣的就是他還問 我會有工作 對對對 但我先講我是有職業道德 我真的不會因為這樣 就推掉了什麼工作 可是我真的會希望說 對阿就是如果這邊的錢 可以付這邊的違約金的話 沒有啦 交代我們還考慮 不行不行 還有一個觀念就是 這活動我可能去年是我主持 但可能今年不一定會是我主持 所以得失心上面不能太重 你也不可能真的說 欸今年的活動是什麼時候啊 就人家會覺得說 你以為你是什麼 主持人就是你喔 有沒有在舞台上微微出包的那種 我自己有過不去的經驗啦 就是某一個歌手 就是大大拍的歌手這樣 那他其實比較感興 就會講很多很多話 然後呢他唱到最後兩句的時候 到處第二句唱完 他就講了很多很多的話 跟現場 然後他就呈在那個範圍 氛圍裡面 但我們不會啊 我們就在旁邊一定要看時間或什麼的 我們就在測台 然後跟我那個控場的工作人員就 他就在那邊聽耳機說 要出去嗎 要出去嗎 然後最後大家以為要唱完了 然後就跟我說 好主持人出去 然後我就聽 我就聽嘛 我就啊好主持人 他就長官跟我說 我還沒唱完 我真的嚇死了 他那個資深前輩 前輩我真的嚇死了 可是他真的沒唱完嗎 他還沒唱完 他最後一句還沒唱完 所以他本來就在旁邊 沒有我就在旁邊 而且其實很尷尬的狀況是因為 台上 大家都以為 台上跟台下聽一樣大聲 但其實歌手都戴耳機 所以其實台上 基本上 我透過台上的音響 其實聽不太到他的聲音 所以他真的跟我講什麼 我其實沒有這麼清楚 但我要hold全場 所以我可能會用氣氛帶 或是用一些比較正面的方式帶 但下一次再遇到他 其實 我就死不出去 沒有我 沒有 他已經唱完了 還確定說 好 再唱完了嗎 他一直在早上完了 死不去還找主持人 欸怎麼沒有主持人 就是再遇到都是OK的 只是說當下就是會有點想幹 當下 主持人容易嗎 不容易 而且有些歌手的title很難耶 對啊 你說天生歌姬 情歌王子 情歌王誰 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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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作才子 好 劉廣衆 好 創作天后 海星雅 好 聽取歌王萬如萱 等一下可以可以 就你要跟我有一個對應的好的title 而且有些不是你亂叫 是創編公司本來就要塑造這個 音樂精靈 對 顏絕 白鞍 記錯人了 倔強天使 倔強天使 是誰啊 楊承麟 你老命倒了 因為我覺得我覺得應該是他 第一章就是就像開始 然後下午是全能天后 全能天后 最難的真的是大合照 你們不要以為我們在Cue那麼久 是他們剛剛都有規定說誰要跟誰拍到 左邊45度 右邊45度 然後可能還有一些宣傳版班 要拿 版班的 然後讚的 可是你覺得這幾年下來 你自己有覺得成長很多吧 合得合能 你可以拿著麥克風 然後你可以跟現場這麼多萬人 然後去把這個 紙本上面的流程做實現 對 然後這麼多天王天后 對 這麼多的大牌 你可以介紹他們 然後把他們Push 他們要Push的東西 就像我常常在說 我都覺得我每一次在主持大型活動的時候 我回來的時候 我收工的時候 我都坐在車上很久 然後都沒有音樂 講麻了是不是 也有音樂 奇怪 不是啦 幹嘛不加車 就是我覺得 真的 要冷靜 Calm down 就你要回到那個正常的狀態 因為你在台上釋放太多的能量 你就全部被掏空了 然後在你的生活充滿這些能力之後 再等下一次大活動的時候 再一次爆發 哇 他整個很費精氣神的功能 對啊 我覺得主持人是一個很自虐的職業 你可能要多喝一些低基金或什麼 或是人生飲食 對 你是可以記到這個現象 所以說我覺得很希望透過這幾個分享 跟大家知道說主持人工作其實非常重要 對 就是默默的把所有性串起來很關鍵的角色 也希望大家可以給我們一些小體諒啦 對 而且其實我覺得現在的人越來越可愛 比方說像散場 散場的時候我們就會跟他說 晚安 下期見 拜拜 然後都有很多人留下來 就想要給你鼓勵 或想聽我唱歌 唱歌 唱歌 都是你的粉絲 我也愛唱歌 要聽什麼 你真的唱啊 對 比方說剛吃甜蜜舊 我寂寞 寂寞就好 結果Hippie還在後面 瘤臉死了我 對 其實我覺得一個大型網 或是一個活動也好 其實每個都很重要 不管主持人啊 後台啊 硬體設備啊 包括我覺得台下的觀眾也非常重要 對 就他們的熱情啊 他們可以配合你的控制啊 他們可以舉啊什麼 對 這台是可以完成一個很棒的網會的關鍵 所以希望大家說如果在疫情更好之後 大家可以盡量出門站在活動 或是你在網路上看的時候 少一點謾罵 不要再罵主持人了 不要 每次那裡又這麼厲害 都在罵人了 對 主持人那裡要講 有完沒完 首先也不願意啊對不對 對啊 有很多資訊要那個那種 對啊 好啦 反正就大家互相自己亮一下 也希望這個大型網路可以越辦越多 越辦越成功 沒錯 謝謝小飛 如果真的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開啟小鈴鐺 還有Follow我們 我們下期見 掰掰 掰掰 有一種一家一個一大女兒 像我和你十天早地蛇 一起走過那麼多旅程 一口同聲為你一往前生 這一家一個一美規則 但你身旁沒有太多猜測 交換一個眼神成就一聲深刻 我們下期見